金輯18樓CP座挑戰王德傳的極限 因為CP座一向談談香港時事 香港政局 但因為我心感每次的結局都是 都是一個政制問題 都是香港政制問題 所有民生搞不定就關乎政制問題 永遠都是這樣的結局 於是突破自己 講國際大事 請來一位嘉賓公民黨的主席陳家樂 另外一位我年輕的拍檔歐樂軒 他對日本很熟悉 英雄出少年 英雄出少年 他是少少少少年 我們背景很類似 大家也是中文大學畢業 希望跟大家分享國際 因為我自己看電視 常常看利比亞 利比亞首都是什麼 知不知道很久 不知道 不知道 掛了題目你也不知道 你剛剛說 香港 香港最後歸結是香港的問題 你說國際問題 最後也是國際政治政治 政治問題 最後也是這樣 血淪 我全集都打算這樣 也是全集都打算這樣 馬上再講 卡達菲的兒子 怎樣去向那些有排解 利比亞就是北非的一個國家 位於地中海南岸和埃及蘇丹 詐德 尼日爾 阿爾及利亞 和特尼西亞 雙倫 2003年起 利比亞積極和歐美國各國改善關係 達成很多共識 這些都是文字當中的技術 所以不如活生生找陳嘉樂跟你說 利比亞是否 以前經常聽利比亞什麼狂人卡達菲 那些種種的東西 其實利比亞的國家如何誕生出來 不非國家 很多石油 西方的國家對石油催之若無 所以對這些有狂人的國家 其實都很隱讓 甚至乎很包容 或者有很多經濟貿易的往來 所以你說狂人 他不會生出狂 只不過他是一個獨裁者 在用石油資源 在他的支配下 這些國民動彈不得 國際社會以往就不是很理會民主自由 說真的 在一個冷戰時代的時候 你這班狂人或者地區的小獨裁者 喜歡就親一下鬍子 有時就親一下美 一時就找歐洲某些國家做生意 大家都是看能源自上 但不是的 他就說 這個描述就是利比亞國民的生活水平 你剛才說動彈不得 這裏形容他 在北非數一數二 這個卡大菲 當你說 是否因為卡大菲的英明管治 當你說現在中國的經濟是如日中天 國民生日總值 不知道有多少班 我們身在中國都知道實情 表面上的字眼上或數據上是一回事 但實際的生活很多時候都知道是另一回事 利比亞那些人的生活是否很慘 信我者昌 認我者亡 所以他年頭的時候又要革命 跟著隔離埃頭那些革命 他人口記載了六百多萬少於香港 香港七百萬 於是我們可以想一想 想一想什麼命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是否那個人 越來越年紀大 卡達菲控制不了國家 年輕人當然可以 英明領導 控制了整個國家 控制了軍方革命 到現在都相信年紀大 可以給兒子兩個兒子 年紀大可能是一個解釋 但這個都不是完全 他始終是一個系統 一個家族 一個獨裁者始終經營了這麼多年的一個系統 又有食油資源的支配 又有國際社會 又可否可以拉一派打一派 所以他有很多方法 維持到自己的極權統治 是很多年 我相信最近最大的原因 當然就是這個所謂阿拉伯之春 又或者是中東波 你看到像骨牌一樣 埃及跟著有其他國家 然後敘利亞 現在仍然是鴨鴨公 你看到這個氣氛底下 鼓吹到很多穆斯林回教裔的人 就開始在想 其實我們都應該有自己的主權 我們都應該追求自己一個夢想 我們應該比較和平 但不一定是完全西方的一套人權的價值 或者是自己管治自己的一個政府 或者國家 所以在這樣的氣氛底下 是催生了革命軍 或者是反對陣營的起義 但這個起義本身其實是很弱的 你會看到他們那些裝備 是甚麼裝備 即不是超限戰 不是說訊息工程 不是說他有很強的坦克 他真是把劑關槍擠 卡車在後面 是Toyota來的 就是開篷那些 這樣就可以去的 其實那個裝備是不強的 但就因為你知道西方世界 就對卡達菲或者這些國家 都想推動改變 但同時間又不敢插手太深 因為怕打地面戰 他們自己脫不住 所以北約或者透過聯合國的授權 無論如何都好 就可以讓他們透過一個空中的制空權 去到所謂保護平民百姓 包括這些叛軍 所以北約這幾個月的空中的制空權 亦都炸到卡達菲本身的中心部隊散散 所以令到叛軍可以比較順利地驅進 但那個驅進都不是很快的 都不是長距直進的 都有很多拉鞋的場面 所以現在總算是去到的力玻璃 卡達菲就走了 雖然那個口很硬 經常去廣播 要反攻又要去襲擊 但事實上似乎現在大局議定 有個臨時政府的出現 我想西方世界或者國際社會 包括中國在內都很緊張 一件事就是 社會資源誰控制 會否在新的臨時政府成立之後 還可以繼續跟國際社會 有一定的接觸 或者保障到利比亞的基本穩定 以及在石油資源上 有一個比較對大家來說 有好處的安排 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去探討 很值得問的 所以你想從何說起呢 我反而另一個問題 我聽到報道 所謂卡達菲的身旁護士看護 你留意這些東西 有些國際新聞 有些認識一點 香港看國際新聞就是這樣的 所以適合我們香港人的品味 說一下卡達菲對賴絲很迷戀 很多出了很多相簿 他會說卡達菲其實很好人 對所有內內外外的人都是很好人 不是一個大家所想像的暴君 這樣介紹 卡達菲是一個怎樣的人 卡達菲是一個相當難觸摸的人 他有很強的自大地方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不菲的梟雄或者英雄 而且他是很高傲 你看他的官底前面是有一個雕像 就是用他的拳頭拿爛了美國的軍機 因為事實上美國有幾個總統都嘗試去推翻他 都不成功 原因有很多 因為你沒什麼理由理據去順便去轟債 去趕他走 另外他也是一個相當之狡猾的人 他有很多行工的 他不是經常都在那個官底裡住的 他喜歡出去外國訪命的時候 不是住酒店的 自己帶上自己的隨從住帳簧的 自己要做事怎樣住法 怎樣去故隆元虛 到底這個人的位置在哪裏 最近有些消息說 原來英美的情報機關 都有跟他有所謂的 都跟他有很多的交往 都有幫他 給他一些情報 所以他就變得很自大 但同時間 你不要介意他又很會害怕死 通常這些梟雄都是這樣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所以他有很多行徑 那些作風 就被人覺得 他有他人性的一面 就是怕死的一面 所以你說為何他對很多人好 可能他對護士好些 不想被毒殺 我不知道 有什麼原因 但大獨裁者 很多時都會有良心發言 一刻 其實那句 曹操也很知心有 你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大領這麼多 六百多萬人 在當年 當年他寫著 1969年8月31日 卡達菲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 發動革命 當然他 很多人信服他 當時 1969年的時候 信服他那一套 於是他有一道自國的理念 然後所有人民跟著他 但後來可能他 可能會令到 那些國民知道 喂 駕爛的美國 戰機 是代表我們 就不用再脫離 受美國的 大美國主義控制 1969年都已經40年前 很久了 是啊 所以我們剛才說他年紀不老 那個年代 民族主義也好 或者一種 希望建國那種 意識形態那種精神 你可以想像是可以 凝聚了很多國民 牽動到很多人的情感去立國 但立完國之後 到底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還是獨裁的國家 很遺憾很多時候 在這些地方 甚至乎我們自己的中國都是 即是革命 又講民主 革命就是講民主 革命之後 就革我們的命 就是講獨裁的 即是權力高度集中 卡達菲爾也走不出這個邏輯 另外就是你說他有很多反美的情意結 或者反西方的情意結 當然這個一來也是西方的文明 和所謂穆斯林的文明之間的一種角力 經常存在 特別是你知非洲已經有很多前殖民地 遺留下來的一些情意結 有很多這些後遺症 所以他是那種反美 或者是反西方的意識形態 是幫助他們自己凝聚自己的國民 同時間鞏固自己的領導 所以這些溫固知識很需要 狗不狗又手指指 他又想搞我們了 他又想威脅我們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放鬆 你可以想像是很多時候政治 要透過出口轉內銷 將矛頭或者矛盾焦點轉移去外面 覺得我們是被人襲擊 由此去團結自己 或者用這個綜藉口去排妻 甚至殺害異己 都是一個求生的方法 明白明白 聽起來他們的做法都是有軟有硬的 一方面他們就會用一些所謂出口轉內銷 就是說 你們西方國家 你們來搞我了 我們要自我保護自己 但另一方面 其實他也在暗底裏 跟西方國家交好 我給你一些石油資源 你和我聊聊天 但我又想知道現在的情勢 為何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一直以來 好好的地我和西方國家 都是很友善 搭肩膊 雖然在台前又罵你 但為何會去到今天 西方國家都是覺得 我都是覺得你這個政權 就是沒有用了 我都是支持 間接地支持革命軍 再不去擁護這個獨裁政權呢 有些是很基本的意識形態分歧 當你說到最尾的問題就是 你問西方社會 是不是想見到一個 較為民主 較為尊重人權的 一個利比亞 或者中東地方呢 那是真的的 特別是現在我們說的 中東波 或者阿拉伯之春 是一種由下而上的 是由阿拉伯人民自己 希望去改朝換代 一種動力的時候 西方世界就覺得 這是一個機會 有一個可乘之機 純粹是一種權術的考慮 你可以這樣看 如果沒有這些力量的時候 你用盡所有方法 由上而下 或者西方社會去動它 那一分鐘是認得其反的 最近一次你可以看到 西方社會 和利比亞卡達菲本人 的親密接觸 其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就是法國現在總統 西爾科陳 幾年前他邀請卡達菲 去到巴黎 是國事訪問 是幾年前 因為當日我在巴黎 我自己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假期日子很諷刺 假期是那一年的12月10日 12月10日是什麼日子 我想香港很多關心民主人權 都知道 其實是國際人權日 國際人權日 請黃人卡達菲 去到你巴黎 去到法國一個中心的地段 還在說人權的一個民族 對吧 人權宣言都在那裡開始 草擬 很多民主思想 其實對很多法國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一個很大的侮辱 但是現在你看到中東波 或者阿拉伯之春啟動的時候 西科齊第一時間撲出來 我們要動他 就由他、英國、美國做外交的滑船 組成了一個北約的陣線 透過北約在空中介入和干預 令到本身在利比亞裏 想推翻卡特菲的力量 有一個較為容易的空間去推進 直至到現在他們推翻卡特菲的力量 他做了什麼壞事 卡特菲 69年在革命 他做了什麼壞事 大家都要 由我們讀中學好 大學好 應該是狂人卡特菲 但是從來都沒有說 他殺死了多少國民 他奸人不努力過多少人 究竟他怎麼狂化 只是做個數像擺在這裏 擺在這裏 自大狂 如果你問他 先我認出他個人的個性 他有自大自卑 他的行徑相知古怪或古惑 這些都是給予一種奇怪的印象 但最重要是問西方世界 因為這些論述都是西方論述 說他是狂人或是獨裁者 Lockerby Lockerby Bombing 即是說其實是一架飛機 西方的航空公司被轟炸 就由他一手造成 由他去策劃 你現在說拉登 就很多人記得 九至十周年 這個禮拜 或者跟著日子 其實他那時就好像拉登 那樣作風的一個人 就是用一些方法 透過一些恐怖的襲擊 透過炸彈的襲擊 是令到西方的民族 或者西方國家 是很忌憑他的 很擔心他的 因為他打了你一次 可以派一些自殺式的炸彈襲擊 或者派一些人去部署 怎樣襲擊一些平民 民航機 透過這些方法 去告訴別人 他很厲害 他不用給你面子 同時又可以跟你 私底下有很多物約 物議 又可以跟你 很多貿易的往還 如此類推 另外 他亦都很喜歡做一件事 就是去 俘虜一些西方 可能是人道組織 或人權組織的工作者 紅十字會 可能是蒙國界醫生 可能是一些國際救援組織的工作者 進入利比亞 或者附近國家去做服務的時候 他可能有時候 會派演自己的僱傭兵 去俘虜他們 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 好像飆心一樣 跟你去教援 你想放他們 打 你叫你那個國務卿來 跟我聊 你想放他們也可以 我就想要些什麼 這種是一種很可憐的手段 這叫勒索 老人勒索 所以他的手段 你可以叫做挺瘋 挺瘋狂 人的外號 就由此 不敬而走 換言之 內你不可 教授 很生動的描述 這裏都是文字描述 1988年12月21日發生 洛克比空難 尼比亞政府被指包庇涉案行空者 1991年聯合國在英國 美國為首的國際壓力之下 對尼比亞實施 包括空中封鎖 武力禁運 經濟和外交制裁等等 一系列的制裁 但都不敢動他 制裁他 不敢動他 於是到了大約11年之後 1999年 尼比亞同意移交兩名義兄 被聯合國受審 他義兄不是卡達菲嗎 只是交移空給人 不是交 是死鬼的 怎會交卡達菲呢 2003年 又表示 放寬回聯合國安理會 由13票贊成 2票棄權 結果通過了第150號的決議 其實到了這一集的尾聲 我想問 在這個阿拉伯語的國家 他們的教水平 我不知道有多少 要民主 要普遍國民的教育水平 經濟水平 有飯才有民主 是嗎 要有飯才有民主 沒有飯 沒有飯 獨裁 要靠皇帝 要靠總統 帶領大家富強 在他們的民主進程前路 會如何 現在的阿拉伯世界 真是今時不同 往日 其實後來居想 是可以發生的 你想想 其實你說美國 或者印度 其實他們開始去 實踐民主 自由人權 法治的時候 都不像我們有錢 兩者之間不是一個必然關係 我們學術上這樣辯論這個議題 另外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阿拉伯世界 是有很多很多年輕人 有誠說 三分之二都是年輕人 他們是不是多生 所以他們 那他們是不是阿拉伯的80後 他們是阿拉伯的80後 90後 可以上Facebook 你知道這個 埃及的革命 就是Facebook革命 透過很多的社交媒體 可以去推動很多的運動 既是可以網上 亦可以現實 在廣場上 人類廣場上 做動員 做集結 所以這些年輕人 是覺得 他們有一種 自己尊嚴的執著 就是為何我們經常被人看死 我們不可以用民主的方式 或者用自己 阿拉伯世界的方式 管治好自己嗎 不一定要西方的思想 但是我們起碼有自己 一種話事的方法 我想這個新世代 就是對尊嚴的執著 對自己的命運 的掌握那種渴望 是令到很多的獨裁者 現在就變得很害怕 但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你推翻一個政權 和建立起民主之間 是依然是一個距離 甚至乎現在有很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開始的 所謂第三波民主浪潮 逐漸發覺 有些國家可能 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有些叫後繼 後繼有些佛力 慢慢就開始去想 其他會否找個強人出來 會好過維持著一個弱的民主 但又不是很照顧到別人的開放權 弱的民主的經濟又不行 照顧到別人的經濟需要的一些政府 弱的政府 或者是弱的民主 或者是一個強一點的 沒有那麼民主的政府 這些辯論 我覺得你做學術研究 經常會回覆 都是回覆的問題 但到最後我相信 現在阿拉伯世界 看到就是一種希望 恐懼的時期過去了 開始獨裁者大量的恐懼 大家都覺得不用再怕你了 我就站起來和你去對抗 現在對抗成功之後 就是一個希望的時代 到底埃及或者其他阿拉伯世界 可否執著去貫徹這種希望的精神 就變成一個關鍵 或者補充一下埃及去到 埃及到一月到現在都九月 那個進程後是怎樣的呢 那個進程就是不理想 你問我 因為很簡單 為何它倒閉得那麼快 或者倒閉得那麼順利 原因之一就是軍方 軍方又唱又炮 軍方譬如說 這次我買來這邊 這個前總統 那就搞定了 但如果我這次不支持你 我不再支持你了 麻煩你走 支持一些人民 年輕人 那一刻的轉折位 令到政權的改變 是相對順利快速 而且是比較和平、少流血 但軍方繼續這個決定 當然是有些事情在想 在新的政權下 它現在要做的就是 保障憲法對它有很多的保障 保障著它現在所經營的生意 是繼續可以經營下去 所以民人政府和軍人這個集團之間 還有很多討價還價的過程 這是最深層次的問題 或者是矛盾所在 上面那一層就是說 什麼立憲、什麼委員會、什麼選舉 老實說是要做的 但是那個暫時來說 不是真真正正的角力場所之所在 教授 我又想拉好一點問一問 其實剛剛說 這麼多軍人 來繼續 原來他們才是權力的核心 究竟這麼多年來的事情 很多獨裁的整體 都是由軍人來把持 那其實怎樣才有機會令他們 可以放回這些權力呢 其實沒有什麼容易的方法 老實說 你說現實的政治角力上面 既然是有槍桿子 你無論如何都要去想一個方法 是令他們接受一個民主秩序裡面 是由民人政府作主 但是這個不容易做 你看看泰國 泰國久不久就搞了一場政變 甚至乎軍人覺得自己 這些政客、政黨、亂七八糟 有頭門徒 又貪婚又腐敗 是我們又專業 又有訓練 又可能親美的 其實泰國軍對是親美 他覺得自己很特別 其實是精英階層 其實你不要用軍方的角度去看 他們會自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 是民族的精英 有事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出來參與 所以兩件事 第一就是意識上要調教 國際社會 甚至乎可以影響到他們的美國 其實一定程度上 可以調控一下他們的野心 第二就是民人政府方面 可不可以 尤其是年輕人 組織政黨 由運動轉型成為一班 認真、從政、參政、議政的一個團隊 那個也要儘快急起直追 否則的話 還有很多我們叫做空險位 不明確的因素 始終存在 不過你要民主 就有不明確的因素 歷史告訴你 會有多少年 剛才你說都很長時間 你估計歷史告訴你 這些會進程到多少年 十年見到埃及民主選舉的國家 利比亞的民主選舉的國家 沒有人有水晶球 即阿周、王興 老實說 不過你看看整個地區環境或氣氛 是多有利今次阿拉伯世界的轉型 事實上你可以想想 在意識上 阿拉伯世界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民主價值 落實到自己去管治自己的一種理想 你可以想到是一件好事 所以氣氛為何我用希望去形容它 就是似乎大家還有用這種感情線去凝聚著這班人去嘗試去努力 西方世界可以做很多事 不過就不是以往那種態度 高高在上 由上而下這樣去操控他們 或者由這樣逼他們去民主 而是在背後配合 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 我相信那大的氛圍是多有利民主過渡 羅軒你知不知道今集我的結語是甚麼 你有甚麼結語 最後都是國際問題 我的結語是希望香港2020年有個普選 希望快過利比亞 即是我們有普選的時候 有民主選舉一個立法會 民主選舉的特首 真真正的民主選舉 快過利比亞 不要千萬不要拖拖 所以各位文人就要加油 各位文人就要集中一個 有一個好的施政理念 準備能夠執政的一個團隊 希望我們快過利比亞 拜拜